實在就是SUM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所在位置是新北市三重區的金豪華汽車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12星座它 適合每一個星座的車款 需要怎麼樣做搭配 那我現在就來為大家一一的做介紹 星座跟車輛的搭配 哈囉我今天要介紹的星座是金牛座 那金牛座要介紹什麼樣的車款 我先介紹金牛座的個性 我們家的店長 他就是金牛座的個性 他的 他在我公司上班他是非常的可以值得信賴依靠 那他不會跟任何人起太多的不必要的增值 當然如果說有人惹到他 他也是會挺身而出 那他就是一個可以值得信賴依靠的一個人 那金牛座的個性我想大部分人都差不多 所以我推薦的車款是Lazos ES200的車款 為什麼會推薦這台車 因為第一個他大氣 然後他是屬於一個 車子雖然是五人座 但是基本上塞到六個人都沒有問題 是一個非常腳踏實地的一台車 所以Lazos ES200我會推薦給金牛座的人 哈囉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2017年的Lazos ES200 他這台車 我特別要介紹的是他適合金牛座的車款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有ACC跟車 對金牛座來講他的配備很重要 因為 紮實穩重 這台車是頂級車款 他是有Navi Navi就是車款會有配置衛星導航 然後這台車還有盲點偵測 所以對金牛座來說是非常適合的一台車 好那我現在來帶大家進來 這一台ES200 他的車內空間 那ES200這台車頂級車款 頂級車款一定配有Navi 他就是會有衛星導航 然後他旁邊還有盲點偵測系統 這個都是只有 ES200最頂級的車才有 新車價接近 快200萬的車 現在金豪華汽車他特價只有113萬.8 然後他現在目前的里程是只有56057 5萬6千多而已 那這台車的車主是和本公司換購一台賓士的 西卡拉斯的 新款W205 那這台車的配備他一定有標配ACC ACC在這邊 跟車系統 又有這些符號 然後他有免藥石啟動 兩邊的分區溫控 然後這台車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他有另外選配 數位電視 行進間他是沒有辦法做動的 這是一個安全的裝置 他是有電視的產生 那對金牛座來說 配備對他們來講會比較重要 尤其是一些安全配備 然後車輛的配備 基本上這些東西越齊全 對 對這一種新做金牛座 他們會對 配備的 多樣化 會比較適合 所以ES200其實是一個 非常適合金牛座的一個車款 那這就是我推薦給金牛座的 所有新座的車款 請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車子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在下面做留言 我都會替你們解答喔 實在就是 SUM M M